造成腸胃脹氣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包括飲食習慣和食物的種類 但或你不知道天氣也是影響的因素 好像在夏季嚴熱天氣下 很多人比較容易脹氣 至於如何緩解脹氣問題 有專家提供了簡單的一招 據美國《每日鏡報》報道 夏季高溫不僅令人經常流汗 晚上又不容易入睡 也會令很多人經歷比較多的脹氣問題 你可能會覺得手指頭在夏天會腫脹 同樣地你也可能感覺到在夏天經常出現脹氣 這是正常的 無需擔心 英國茶葉諮詢小組的營養學家梅森 告訴《每日鏡報》 天氣嚴熱導致脹氣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就是熱量會使血管和微絲血管膨脹 至少有更多的液體填充在氣管和組織之間的空間之中 第二就是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炎熱的天氣會改變長度內的細菌組合 進而引發輻射或便秘之類的消化度問題 第三就是熱氣會令人喝多冷飲 而冷飲就會照致脹氣 對女性意見 脹氣是一年都可能出現的問題 在月經來臨期間或之前 脹氣是比較容易出現 梅森表示 在大多數情況下 脹氣是沒有危險的 但就會令人感到不舒服 而且想要找到緩解症狀的方法 幸好有一種飲品能緩解脹氣問題 這就是茶 尤其是紅茶和薑母茶 茶因為含有濾黃酮成分 而能緩解脹氣 濾黃酮可以減少長度內的發炎現象 起到減少脹氣作用 他說濾黃酮 亦能藉由減少不健康的細菌 和健康細菌的比例 改善長度內的細菌組合 當長度內的不健康細菌比較少時 脹氣的現象就會減少 他說薑母茶能減少消化不良 遵易同時減少脹氣 但如果你喝紅茶便要攪拌一下 因為茶中的濾黃酮 對整體健康有幫助 包括長度健康 除了喝茶之外 梅森亦提到避免脹氣發生的其他方法 這就是多吃些纖維和多運動 他亦建議吃東西時要細著蔓煙 這樣亦能避免脹氣 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水分 但最好就是喝非碳酸飲品 例如茶和水 他說喝一杯暖茶有助於緩解脹氣 其部分原因就是你無法大淡吞下去 而且它含有更多健康方面的益處